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國經濟增長就不似預期 當然有人歡喜就有人仇 但到底有哪個國家這麼大膽 聽到中國經濟下行 竟然是喜盈於息的呢? 那個就是墨西哥 根據路透社的報道 墨西哥總統奧布拉多 在例行記者會上說 全球大流行的疫情 能夠為墨西哥帶來強勁的機會 因為奧布拉多認為 中國在疫情的影響下 經濟將會創下多年以來最弱的增長 這樣將會意味著 這個世界最大的工廠將會降低產能 同時給墨西哥一個機會 迎來更多的投資 更多的企業將會去墨西哥的樹成立 並且能夠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 這位奧布拉多總統說到微飛色舞 不知道會不會又得罪大陸政府 又得罪那群中國外交部的戰狼發言人 只不過 去到一個政府的領導人說這些話 似乎那群人還未出聲去反駁 這位奧布拉多總統當然是開心 因為早前簽訂的美國墨西哥加拿大貿易協定 將會在今年7月1日正式生效 適逢全球大流行的疫情使得中國經濟下行 大量來自歐美的訂單取消了 再加上中美貿易戰的夾擊下 當然會為墨西哥帶來一個非常大的機遇 剛剛美國總統特朗普才說 要美資企業開始從中國撤出 而且要說供應鏈都不要全面依賴中國 科技巨企蘋果首先響應號召 雖然他口頭上沒有響應號召 但行動上擺明就是在響應中 包括早前已經和印度政府談好了 找到地方 將在中國兩成的產能 遷移到印度那裡 而且最近又有消息傳出 就是蘋果要將無線藍牙以及Airpods生產線 全數地搬過去越南 即是要將投資風險分散 不能將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 因為之前疫情出現的時候 美國的醫療生產線正正被大陸扣留 那些貨品扣關 後來談好才會再放行 若然中美關係再惡化下去的時候 如果美資工廠還是放在大陸那裡 一旦被大陸封閉工廠的時候 那些美資企業就會面臨一個生產的真空期 就算焦種樹晚介版 你整間工廠出來也需要時間 所以現在他們就開始分散了 無論是將廠房或供應鏈都會遷移到其他地方 當然特朗普的原意就是要在美國振興這個製造業 但是大家都知道沒什麼可能 因為美國的工資成本太貴了 所以肯定就是那些所謂發展中國家得益 受惠 除了東南亞國家之外 這位奧布拉多總統就是想分一杯羹 就是想借助著美麥加協議 在7月1日生效的時候 可以有一些美資企業去到墨西哥那裡設廠 就算是有也不奇怪 反正大家都開始從中國裏頭撤退的時候 如果墨西哥政府能夠提供得到足夠的誘因 給美資企業比如說稅務優惠、土地優惠、法律法規的配合等等 人家就會去墨西哥設廠 到時候這位奧布拉多總統的美夢就能夠成真 至於中國又如何呢? 目前經濟下行就梗局了 而且失業人數都還說紛紜 根據官方的說法就說百分之六點多 但是南華早報曾經援引過一個非官方的說法 就說中國的失業人口已經去到兩成了 推算是有七千萬人失業的 若然加上今年的大學畢業生八百多萬人的話 豈不是接近八千萬人口失業? 這個數字也挺恐怖的 反正中國哪些數據真、哪些數據假 都沒辦法分辨出來 反正大家都知道的就是 中國的失業人口是很多 而且有不少大陸人拍了一些片段 都是上Youtube的 是甚麼片來的呢? 分別有廣州、東莞和深圳 都發現得到有不少農民工 選擇睡街的 到底情況是否真的非常惡劣呢? 我就傾向相信是 如果不是也不需要淪落街頭這麼嚴重 隨便打工都能夠租到地方 肯定連工都沒得開的 但那些人又不願意回到農村 所以便留在城市等機會 現在的失業人口這麼高的情況下 要在今年之內達成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這個目標就真的越來越困難了 因為今年中國GDP首季下跌了6.8% 如果要達成這個小康社會的話 即是說下半年的經濟增長率 要有一成半才行 大哥 現在全球大流行的疫情 在全球來說 仍然還在盛行當中 你說那些訂單會不會有這麼快回籠呢? 而且中美貿易戰仍然是在進行當中 你說要在下半年增長一成半有可能嗎? 去年2019年全年都是在說6.1% 你說今年下半年要一成半? 除非那些數字真的會流 所以大陸自己都已經放軟了 更何況就是大陸今年 簡直都沒有提到GDP增長的目標 往年又說要補多少補多少 但今年廢是提 如果他今年再提這個數字的話 就會顯得很流 你到底要升多少才對呢? 你第一季又說自己是跌6.8% 如果經濟增長目標定得太高 那就變得未必能達到 到其時只會拿來魚 如果是定得太低 又變得沒有意義 定得這麼低 反正都達到的 就變得不好定了 所以今年索性都不提這件事了 更何況就是 中國屋樓更兼逢夜雨 加陣市在政治上豪賭一波 看看美國是否敢出手制裁香港 其實只是在賭白頭片 其實他們正在打一套七雙拳 打算是雙擊三分 選敵七分 因為他們看盡了一件事 就是 沒有理由美國為了制裁中國 而去損害自己的利益 但是如果美國真是鐵起心腸 真是要制裁香港的時候 等同於使用集資窗口 融資窗口 中國自己也用不到 中國聲稱自己已經將這個後果 在計算範圍當中 但是計來計去 都是用自己露襯的 現在美國已經出台了 有一條法例叫做 美國企業問責法 在美國上市的中資企業 已經面臨一個被審查的風險 甚至是被退市的風險 如果再在香港這個融資窗口 出現問題的時候 到底是對美國的影響大些 還是對中國的影響大些呢? 所以大家看到 似乎他們每走一步都是愚蠢的 接著就說一下中印邊境衝突 之前都已經說過了 中印在邊境當中發生了一些很無謂的衝突 其實都不是開火的 又不是釘石 又不是埋身肉搏 非常之原始的事情 大家都看到 朝鮮和韓國在三八線是禮真的 真的開火的 然後聯合國真的譴責 說兩邊都有責任 但是中印邊境 就專門搞一些非常石器時代的事情 好了 原來中印之間作出了一些談判 在今個月的18日和20日 中印雙方進行了中階軍官的會議 但是中印雙方始終未能達成共識 因此談判就破裂了 而印度外交部也在21日指出 說印度軍隊入侵中國領土的說法並非熟實 反而事實就是 中國軍隊阻撓印度軍隊執勤 當然這些就是公說公有理 婆說婆有理 在山頭那裡幾千米高 到底中印雙方在搞什麼呢 原來雙方在爭議地點都派出了人手和物資增援 雙方搭起帳篷 將會進行持續的外交和地面的軍事接觸 做好長期對抗的準備 根本兩邊都在握樓灘 大家只會擺一張照片 實際上有些網上片段都看到 中印雙方的士兵 即是老解和印軍 竟然間爭吵鬧起來 然後有人拍片 然後上網 可以看到 根本就不是真的開拖 如果是動真格的話 怎麼會這樣呢 你看看朝鮮和韓國 那些真的動真格 其實我就傾向不相信 中國真的想在中印邊境那裡搞衝突 為什麼呢 因為他太多條戰線 他怎麼能應付得來呢 又台灣問題 又追責撒培 又南海問題 香港問題 至於印度方面 我也不相信他們真的打算搞 只不過雙方的士兵 你又走去他的邊境 他又走去你的邊境 因為印度自身也自顧不暇 疫情也未能搞得到 還有 印度的軍隊實力也不太強 所以搞來有什麼事呢 我就傾向相信 兩邊都是拿樓灘的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